大家好,我叫乌游,今天七岁了。 今天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 这幅图,小鸟跟它的小丘铃宝贝说, 我先出去玩活,等我再带你出去玩。 小丘也答应了,小鸟就趁开腿,张开翅膀,飞了出去。 它在飞的一瞬间,飞到了一个树林里, 它在树林里稀里活,看到一只鸟, 就飞上它的巢,它的巢里面有三个蛋。 于是小鸟就接着飞了,它飞到了一个片空地上, 来到一个樱花树下,它去了。 就在它刚闻到樱花的味道的时候, 一只小蝴蝶就飞了过来。 它就刚想出过去吃掉它,结果蝴蝶已经飞远了。 它就这时想起来,它要带好它的小宝贝秋蝶出来玩, 它就飞回了家。 它说, 秋蝶,来,带我背上来,我带你去个很好玩的地方。 秋蝶就上了它的背,飞过去。 秋蝶来到这,每个口水都掉下来了。 因为我看了一个小动画片, 这个鸟在地里,抓到一只秋蝶, 它给它带了一点帽子, 穿了一个鞋,我就按照那个来做了。 小鸟也说,我好早在这喝杯下午茶呀。 小鸟说,要不我们回家喝下午茶吧。 于是它就在小鸟里, 到了它的背上,飞回了家。 它们刚准备想喝下午茶。 小鸟也就打了个哈气, 小鸟也打了个哈气。 小鸟说,我们明天再喝茶吧。 今天先试个大叫。 好吧,小鸟也。 好的。 就这样,两个好朋友专进了小蛋里。 咪咪呼呼的打,打起了呼呼就睡着了。 谢谢大家。 好